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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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是难不倒你了 这样 咱们共同完成一个接力赛 我们一共限时两分钟 我先做一分钟 然后你接力做一分钟 我要拜托你的是万一我这边有点什么误差 你在我停的时候你得把它完成下去 好 开始 我先做一分钟 我这边已经停了 请你接着我的时间 继续往下走 我们两个加起来 最后只要是两分钟 我们就挑战成功 挑战升级 既要正确地算出 萨贝宁的时间 又要准确地掌控自己的时间 在双重难度下 文星宇能否挑战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他年纪小 但是他知道时间的宝贵 这一点可能很多成年人 都不一定做得到 谢谢你 给我们带来了如此重要的一课 希望你今晚能够挑战成功 其实真正的挑战还在今晚 面对评委给出的高难度时间要求 文星宇的生物中 能否依然分秒不差 今晚挑战不可能的舞台 还将迎来一位特殊的挑战者 他要挑战像蝙蝠一样 能利用声波反射判别物体的位置和材料 人类是否真的能够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呢 明白了 他的挑战能否成功 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 千玺之星珠宝将邀请您和我一起 共同关注由长安福特瑞界独家冠名播出的 挑战不可能 在我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 在我眼睛看不见 在我的前面有任何的障碍我 我都可以躲开 太厉害了 你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还没完 今天来到了这个舞台 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太多个声音就非常可能 我很担心啊 有一点的紧张 分秒不差呀 是不是不可能 我们想掌声有请周华健评委 我来参加 真的不行 华健评委 出个声啊 我在哪里 太不可思议 挑战不可能 让生命绽放奇迹 有请主持人 撒背影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见证了挑战者们 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极限 一次又一次给我们留下 极为精彩的瞬间 那么今天晚上 在这个舞台上 又会有哪些奇迹 为各位上演呢 我们邀请各位 和我们现场的三位评审 一起共同见证 锐意前行 借由我定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 七座SUV 长安福特瑞界 独家冠名播出 激荡脑力 激发潜能 挑战不可能 由核桃路领导者 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您随时可以登陆 新浪微博 使用雷达扫描 参与挑战不可能 话题互动 同时您还可以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进入摇摇功能 选择电视 摇手机参与互动 赢取由史丹利 第四元素复合肥 独家赞助的奖品 和现金红包 第四元素复合肥 为挑战者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大家好 我叫张伟 我今年32岁 我来自山西 我的职业是一名茶医师 茶医师 我今天给大家泡的是一款 普尔茶 普尔熟茶 普尔熟茶 这是她的职业 一个美女茶医师 我们先尝尝她的茶吧 好不好 来 请茶 谢谢了 先给长辈 谢谢 来 请茶 先给女士 谢谢 来 我自己喝一杯 请茶 熟普尔 很香 四杯茶已经喝了 但是大家可能还猜不到 我们的挑战者 他的挑战项目 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 我要邀请我们的三位评委 和我们的观众 一起到场外 去见证挑战者 张伟的挑战项目 走 要没有掌声 后面的尖叫声 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进入挑战现场 他穿旗袍出来的时候 很明确就是个茶医师 万一茶的时候 他滔滔不绝 结果里面真的没想到 他能够会换上一身 那个赛车服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挑战项目 就是张伟 要驾车穿越三道门 但是这么看起来 这个穿门而过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 几乎我们都能做到 我会 对对对 我也会 所以我想 难度肯定不在于这 那么究竟难度是什么 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揭晓 但是在这 我想问一下 张伟 有没有可能在车上 多坐一个人 然后你用稍后 你挑战的这个驾驶方式 来试一下 让我们其中的 哪一位评委感受一下 可以可以没问题 接下来 我们想掌声有请 周华健评委 周华健评委 给我来试一下 好不好 来 华健评委 去好安全带 一定一定一定 然后千万不要随意晃动身体 不会不会 可以呼吸吗 可以 但我估计待会儿 有那么一瞬间 您可能会忘了呼吸 好 交给你了 我们掌声送给 具有挑战精神的周华健评委 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体验张伟的不一样的驾驶呢 我们拭目以待 老师你准备好 我准备走了啊 我准备好了 来 好 我已经启动了 我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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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华杰评委 您出个声啊 华杰评委 你还在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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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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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不是到了吗 还有差一圈吗 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怎么回 回到四个轮的状态啊 哇 老师 你抓好我指定下了啊 好 好 准备 哇 哇 其实我还想要装那个铁汉 一翻起来嘛 下一大套 我是贪软的 快看一下 华杰评委 已经 已经贪导在车内 欢迎你回到地球 我在哪里 你 你降落在地球上了 欢迎你回来 是是是 其实张伟将驾驶SUV汽车 进行测量轮行驶 连续通过 宽度依次为3米 2.9米 以及2.8米的三道窄门 车体与窄门 不得有任何接触 在测量轮行驶过程中 车体的水平最宽处 将维持在2.6米上下 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它的基础是很吓人的 一个这样子很细微的角度 就开始载走了 于普通轿车相比 SUV汽车的自重大 底盘高 在进行测量轮行驶时 需要更大动力 将产生较为剧烈的晃动 而较真男车手 女查一世张伟 更需要跨越力量的难关 这项挑战 将无疑是 对它的汽车驾驶综合能力 控制平衡的能力 以及能否保持 绝对稳定心理状态的 一次极致考验 整理好了 挑战者 第一次挑战 第一次挑战 开始 开始 好的 我们看到它出发了 加速 好的 起来了 之前我们看过的都是用小轿车 做侧两轮的特技行驶 而SUV由于本身特殊的结构 在侧两轮行驶的时候 相比难度要大得多 虽然有些摇晃 但是我们看到张伟还在不停地进行调整 达到与汽车特技 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样的 都需要以一个平和安静的心态来完成 第一道门 它现在已经对准了第一道门 有差不多四十厘米的空间 可以让汽车通过 好的 好的 还好还好 安全地通过了第一道门 非常漂亮 后边的门会越来越窄 第二道门 比第一道门窄了十厘米 张伟必须尽快地进行调整 哇 稳住 稳住 我们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摇摆动作 好的 通过了 第二道门通过了 哇 现在最难的最难的来了 2米8 这个门的宽度和汽车的空隙只有20厘米的差距 也就是差不多两个拳头的距离啊 不停地在调整 小心小心 2米8 任何部位不能碰到 不能碰到 2米8 任何部位不能碰到 太棒了 张伟超乎我们的想象才一次挑战成功 从查艺师变换成特技车手 张伟今天的表现真的太令人惊叹了 我最紧张的是你在过最后一道门之前 他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对 而且那个车头突然一下歪得很厉害 我还在想坏了 我说他可能不一定能穿过门了 你别说碰到标志杆 可能都是从门外面绕过来 结果他迅速调整回来以后 完美的通过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好轻松啊 对于张伟来讲 并没有 对他的技术很娴熟 对 是不是这个挑战 对于你来讲 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啊张伟 一次能把这个挑战成功 我觉得我应该挑战更高的难度 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对我自己抱有很大的信心 刚刚表现不俗的茶艺师张伟 决定再一次挑战自我 三道斩门的宽度 分别被缩小十厘米 一次变为2.9米 2.8米 以及2.7米 每缩斩一厘米 都将要求他 实现更为精准和稳定的驾驭 挑战难度升级 而茶艺师张伟只有一次机会 他会成功吗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启动了 加油 起步干净利落 对准了第一道门 有一些摇摆 但是张伟不断地在进行调整 三道门一下子都缩窄了10厘米 真的是太难了 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久 第一道门差不多30厘米的空心 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微微地晃动 漂亮 第一道门过了 我心中认为的挑战不可能 它就是一般常人无法做到的一种事 但是我要超越它 挑战它 每一道门之间的距离并不长 张伟必须尽快地调整 我摆动的幅度有点大 稳住 2米8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呀 哎呀 太可惜了 碰到标志杆了 哦 就差那么一点啊 我看张伟还在继续 还在调整 稳住 最后一道门 和车之间只有十厘米左右的一个空间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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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啊 可惜可惜可惜 我觉得当时的状态也是蛮好的 没想到第二次上去以后 根本是操控不了它 把掌声送给我们了不起的挑战者 一下子缩窄了十厘米 这个挑战的压力还是更大一些 所以留一点点遗憾 没关系 至少我们已经见证了之前 张伟完美的挑战成功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看看三个评委 对我们这位挑战者和他的挑战项目如何投票 首先要祝贺张伟 真的你怎么开始练习这个车的特技的呢 挺偶然的吧 我这个茶馆的老板 他同时呢在大同也拥有一家安家校 想在咱们山西那块成立一个那个 中国女子汽车特技队 当时他们训练车是有六个车 一共有十二个人 然后偶尔的这个人没到的话 就会影响他们的进展 我说的我也是在茶馆上班的 尽一点心力吧 我试一试 就是说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经常有人缺席的情况下 你就顶上了 对对对 是这么回事吧 你以后还会继续再提升你的技术 还继续练车吗 我已经把它当成生命中的一种部位了吧 我肯定会坚持到底 其实你吸引我的也是你的人生的两种 完全不同的状态 可以说是静如处子动若脱兔 你自己的一次无心插柳 反而让你也更多了一种人生体验 所以我的决定是 能 能 谢谢大家 邀请张美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从一个茶医师到今天成为第一个能够完成SUV测两楼破窄门的女车手 我准备了四年 每天训练五到六个小时 猎道轮胎都被磨坏了为止 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刻苦 人生就没有不可能 在我们平时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像雷达一样通过声波的传送和反射来判别物体形状和方位的这样一个人体雷达 人体雷达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 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这位特殊的挑战者 他会通过声音来辨别他前行的方向 寻找他的方位和目标 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谢谢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陈燕 来自北京 是一名盲人钢琴调音师 他其实一出现的时候就是 没戴墨镜什么都没有 挺值得这样就走出来 我还没想到他其实看不见 其实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您不是第一位有视力障碍的挑战者 但是我听说 我的这些同事们这几天 看到您这个在生活当中 能够自己做很多的事情 就几乎和我们一样一样 对 我是靠反射音来听前面的物体 诶 那你能告诉大家小萨的身高吗 别鼓掌 别鼓掌 这能说吗 鼓掌就干扰他了 能说吗 鼓掌就干扰他了 能说吗 别诱导我 那位说两米 我能听见 别诱导我 那位说两米 我能听见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要告诉各位 他今天的挑战 绝不是像刚才 我们所尝试的这么简单 我们的挑战难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超乎我们的想象 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上道具 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上道具 哇 好可爱啊 哇 请听挑战规则 在我们这个棋盘方阵内 共有28个象征棋子的圆台子 稍后 我们将在圆台子上 由评委随机安排 我们这些孩子 以及模特的位置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挑战者将在他的等候区 戴上耳机 28个台子我们安排好了之后 由挑战者依次通过他的声音来辨别 这上面是一个真的小朋友 还是一个小模特 中间一旦有任何一个出现错误 挑战极为失败 声纳是利用声波进行探测和观察 蝙蝠就是利用声纳来定位飞行的 他用嘴发出声波 然后用耳朵听这些声音碰到物体后的回声 以此来判断物体的位置和大小形状 而今天陈燕挑战的真假人 因为材料结构不同 反射回来的声波只有细小的差别 陈燕能够准确区分他们的差异挑战成功吗 在挑战开始之前我也准备了一个道具 就是一个眼罩 就是一个眼罩 戴上以后即将损失我20%的听力和感知力 今天我要加大一下难度 我代表节目组 谢谢你 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为了排除任何可能 对这个挑战存在的疑意 对 让这个挑战变得更严谨 是 更公正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挑战者挑战成功 谢谢 好 接下来我带领你到等候区 也请我们的助理将耳机戴上台 与此同时有请三位评委 我们到台上开始布置挑战现场 三位评委 一起布置了陈彦的挑战内容 李博士和周华健也将亲自参与其中 面对复杂多变的28个圆台 陈彦能完成挑战吗 好 我们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您可以摘一下耳机 好 跟随我来到挑战区域 好的 慢一点 我们从离你目前最近的方位开始 好的 可以挨个的分辨 判断 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定一下位 可以 大家不要吓得 音响老师 观一下扩音 挑战开始 挑战开始 请不吝点赞 1.2.3 真的 真的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挑战 换言说没有听过这么细 我说出马案的时候 我都心惊胆战了 我就怕说错了 真的 不行 我也用我的杀手锏 音响老师关一下扣音 小萨老师 你们有可能弄不是模特和孩子的东西吗 不是模特和孩子的东西确实没有 此刻这个东西内心是崩溃的 音响老师关一下扣音 挑战之前我只知道 我会去听模特和真的孩子 他站在这个台子上是跟我差不多高的 就是听的反射音完全 跟我前边判断的不一样 就像很高 我就想这能是一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真的 但是是个 但是是个 大人吧 很高 他就能够靠一个很细微很细微 声音的反射 就建立出前面的一个空间 一个模型 用那个来去判断 真的就是一个声纳的感觉 音响老师关一下扣音 真的 并且 是两个真的 真的 是两个 都是真的 小萨老师 这增加难度不是一点半点啊 我们舞台上东西多呀 确实很多呀 不行 还得用我的杀手锏 音响老师 我屏住呼吸 因为我能停止呼吸很久 我能够给我的心脏跳动缓慢 所以他在我面前停了很久 就是很能说 听不到我的心跳 真的 还是个很高的大人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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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哎哟 累了 真的 真的 并且是两个 并且 一前一后 还没完 还没完 假的 是两个并排站的 哇 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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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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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百分钟 嗯 百分百 前面的难关都被陈燕一一突破 真的 最后一道挑战了 萨贝宁将亲自站上园台 直到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挑战 将最终考验陈燕的能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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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都不会 对 我 我们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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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 小萨老师 这场上有可能 是什么东西吗 因为当时 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当时跟我说的是听人啊 确实是 我敢保证是人 好 我相信你 可是这有点难度 还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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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听刚才的呢 还是听现在的呢 小萨老师 就听现在的吧 听现在的 就听现在的吧 音响老师观一下音响 请大家安静一下 谢谢 有点音响 有点音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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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还在变吗 你是不是在赖皮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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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个假人 后边是个真人的大人 但是从这个前边听着就好像是有很大的一个东西 但是刚才会变 因为我 好 我要告诉大家挑战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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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跳起来 成功了 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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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一次成功 中间没有任何事物 这个确实太让人惊叹 而且我们设置的所有障碍都被它一一突破 那么接下来我会在容易殿堂等着你 祝你好运 希望能在那见到你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我很好奇 当初最早 你发现你没办法再有视力 怎么做决定的 在我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 就发现我眼睛看不见 当 带我去很多医院 得到答复都是没法治的时候 他们把我放弃了 他们把我放弃了 是我姥姥把我养大 因为我小的时候 看不见 不能跟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所以没有一个小朋友愿意跟我玩 我家的那只猫 王晃陪了我十三年 姥姥总是说 猫有九条命 所以给我起名叫咪咪 因为我身体特别不好 它希望我能健健康康地长大 姥姥说 当它把我抱回家的那一刻起 它就有很深很深的责任 它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我自食其力 是的 她怎么样来教你 让你能够自食其力 我记得我懂事的时候 我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姥姥总是不领着我的手走 她告诉我 在我的前面 有墙 有树 甚至有障碍物的时候 都会有反射音的 所以让我靠听走路 当然 小的时候肯定是不行啊 经常会转到门上 或者掉到沟里 撞到树上 那个时候我会哭 但是我姥姥不会服我 她说 我有能力自己起来 因为我姥姥有一个最大的心愿 希望 她希望把我培养成 跟健全人一样的生活 那个时候也许 我能回到我爸爸妈妈身边 你爸妈后来看到过你的样子吗 没有 他们始终没有再回来过 没有 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姥姥那种做法 有那么一丁点让人觉得不尽情理 我觉得很残忍啊 姥姥总是 让我自己去买东西 在我五岁的时候 她就让我自己去买东西 自己去公园玩 自己坐公交车 那个时候我理解不了 我就特别恨姥姥 但是 在2002年的1月13日那一天 我姥姥永远离开了我 在头一天她跟我说 她把我抱回家的那一刻起 她没有别的希望 她就是希望我能自食其力 因为她不可能陪我一辈子 所以她把自己想得到的都教会了我 其实我小的时候去买东西 去坐公交车去公园 都是她在后面悄悄地跟着我 她跟了我18年 她跟了我18年 那你现在出行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障碍了 出行障碍还是有的 在前些年还好吧 因为车少人少 这几年就不行了 尤其是发明了电动自行车 这种车 一 非常快能到我前面 二 它基本上不发出什么声音 所以在五年前我就被这种车 撞飞了出去 我坐轮椅坐了一年的时间 头部受伤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失去过生的希望 后来我通过医生给我治病 爱人的鼓励 我终于站起来了 但是我最大的心里的后遗症 就是不敢自己再拿着盲掌出门 我总怕什么时候电动车 又会出现在我面前 在11年的时候 我终于克服了这个心理 那是因为我拥有了自己的女儿 另外一双眼睛 另外一双眼睛 今天也来到现场了 是吗 那请她出门 请她出门 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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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妈了吗 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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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挑战助理把她的装备拿上来 她的 她的 她叫珍妮 Come here 是中国第18条导盲犬 哦 我以前记得在报道当中看到你就是 是你一直在争取 导盲犬可以和视障者一起上地铁是你吗 是的 这个走得非常艰辛 成功了 这个过程非常艰苦 珍妮是中国第18条导盲犬 在中国还很少有导盲犬 所以我们出行处处受阻 虽然有残尼人保障法和无障 保护条例 规定导盲犬可以进入公共场合 但是我们去到哪里都会受阻 嗯 我记得我带珍妮去我家门口的地铁站 希望能带着自己的眼睛坐地铁 但是均遭到拒绝 珍妮看着大家的拒绝 她哭了 还是一个乘客告诉我的 那只黑狗会哭 当时我蹲在她的身边 我跟她说 请你相信妈妈 在你有生之年 我一定 我一定让你 带我进入地铁 老声 从此我就走上了一条 义务宣传导盲犬的道路 我放下了我的工作 我利用一半的时间 去宣传导盲犬 我去很多学校去宣传 最小的到了幼儿园 因为我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知道导盲犬是什么 我们就不会受到拒绝 为此在三年前 我开了珍妮的微博 是以珍妮的口气 在微博上跟大家交流 我还开始给珍妮写书 是靠电脑 给我读出来我打字的声音 我写了三年 在三个月之前 我终于出版了 听见这本书 我希望告诉大家 其实听到的世界一样美丽 在今年的五月一号 我终于带着珍妮 进入了地铁站 我终于圆了她那个梦想 我想其实陈彦真的 从出生开始就是 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可是你今天来到现场 你一直带给我们的 就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 是 是什么力量 可以让你这样的平静的 这样坚持 姥姥总是说 当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情况下 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虽然你看不见 但是你的耳朵 你的手 鼻子 皮肤 你感知到的东西 别人是感知不到的 所以 我从来没有自卑过 我觉得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也完全可以的 太好了 那你现在面对一个 不可能改变的 生理上的一个缺陷 可是她最终 变成了一个 比健全人还要健全的人 是 你做到了 除了看不到 什么都可以做到 所以今天 对于你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最终的决定是 能 谢谢 我们有请陈燕 带着珍妮 共同进入今天的 荣誉殿堂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 有一个人 是应该真正地走进 荣誉殿堂的 就是陈燕的老婆 她培养出了一个 非常自立自强的 非常勇敢乐观的 外孙女 摇手机参与互动 迎娶由史丹利 第四元素复合肥 独家赞助的奖品 和现金红包 第四元素复合肥 为挑战者加油 千禧之心珠宝 邀请您接下来 继续收看精彩内容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吧 叫生物中 今天我们要说的 这个生物中的概念 在我们这位挑战者的身上 可不一般 如果我说 他真的能够利用 自己内在的生物中 来精确地控食 甚至能够像钟表一样 达到分秒不差 各位相信吗 不相信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反正我是相信 但是在我们请出 这位挑战者之前 首先我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挑战大使 也是我的同行 浙江卫视主持人 依依 哈喽 大白明老师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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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金一 很开心可以来到挑战不可能 因为在生活当中 真的有太多不可能 在这里发生了 作为主持人来讲 对于生物中 我们仍然还是有一点自信的 但是我觉得最严苛的时间考验 是在直播的时候 关于这一点 董卿姐姐应该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尤其每年的春晚 敲新年终生的时候 就要制定好几种方案 这点可能很多观众 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 因为他们觉得 零点倒计时敲钟 是很正常的事情 每到那个时候 跟着一块喊倒计时秒 可是对于整个的主持人团队来讲 这个真的是那天晚上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我给你讲 每一次基本上到最后 就是董卿和朱军 他们两个人 就我们其他的人 站在旁边都是不许说话 然后我记得最逗的一次是 耳机里告诉朱军说 朱军多说点 还有五分钟 然后朱大哥开始站在那 过去的一年 就让它过去吧 然后一边眼睛 还在看着那时间 我们所有人都在想 这时间怎么这么慢 还有最逗的有一次是 元旦直播 然后耳机里就说 长了长了再说几句 大概还有三四分钟吧 我也开始 我本来应该站在这的 我就走出来 我说我先给大家拘一勾 感谢所有在直播过程当中 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新观众 祝大家怎样怎样 我准备去第二宫的时候 耳机里突然说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现在只有二十秒了 不容易 可以 第一个环节的挑战 我建议啊 我们三个主持人试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心里面 对时间的把控 谁更精准 来吧 接受一下挑战 来 来来来来 好 测试规则 现场随机选出一个秒数 一一董青 一局站位 一次进行测试 秒数最接近者 即为测试成功 我们先来一个十秒钟 感受一下 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了 三二一 开始 我还跟你跟你说话 我觉得 到 可以 可以 你看一下 还差一秒 你的误差基本上在一秒之内 这是我的名字 一一 还真是 董青姐姐 来 二十秒吧 二十秒 来 开始 春天的脚步 是越来 越来 越来 越近 这是数码节奏 到 我 到 我 打 就 我们在旁边那些干扰你都完全 你刚才说什么了 那一刻你是消失的 其实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你在说什么 我的身体有一点点轻微的一个摆动 按照那个钟摆的一个节奏 好 接下来我们挑战升级 来 请各位上高台 测试升级 以周华剑 萨贝宁 站在2.8米的高台上 根据评委爆出的秒数 用手中的计时器拍出秒数 若误差正不超过一秒 挑战者将从平台上掉落 华剑老师 既然你这么英勇 从你开始 李博士 你给华剑老师出一个 18秒 好 18秒 18秒 按上去绿灯一亮 您就可以拿开了 拿开手开始计时 好 准备好了吗 2 2 2 你现在还好吗 这个机器怎么那么迟钝呢 是否还是那样 他有三秒钟的延迟 我以为你已经胜利了 我以为我过了 对呀 我怕马蟹老师自己的表情都是 我怎么还没跳下去 显然自己他都不相信自己 21秒938 您的误差是在三秒左右 我们在台下看他怎么摔下去 我也想从那个角度看 你先来啊 好 给他一个毫秒 25秒 来 松手同时开始计时 你要帮我唱歌吗 25秒 这是人生中一个记慢 又短暂 在这25秒里 我们究竟能用我们的生命 来做些什么 是彷徨 是困苦 是充满希望 我们一起给观众朋友鞠根钝 鞠根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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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给观众朋友鞠个弓 直接躺下了 好了 挑战到此结束 不行 不行 你一定要测试一下 好 各位说吧 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之内 五十九 我怎么那么招人恨呢 我 四十八秒吧 四十八秒 别黑了 说定了啊 来 过去的一年 让它过去 春天的脚步 是越来越近了 新年的钟声 即将敲响了 在新的一年里 也有些什么样新的愿望呢 小大同学 想一想 春去春花一来 华家老师 您都不管用 朋友一手一起走 哪下人 哪下人 节奏的误差 我都可以忍受 跑调的歌声 我真的会跳楼 之前的预热环节 非常的欢乐 但是从这当中 能看出来 人对节奏的掌握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接下来 我要请出的 这位挑战者 那真的是叫 可以做到分秒不差 让我们掌声 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好可爱的小姑娘 大家好 我叫文心雨 今年十三岁了 来自贵州尊义 你好 好可爱 你读几年级了 初一 初一 对 所以你对这个时间 是判断的特别特别准确吗 是的 是的 我没有想到一个孩子 能够来应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不敢确定他能否完成这个挑战 接下来我们大家检阅一下 我们这位挑战者 他真正的内心 独秒的这种本事 究竟惊人到什么样的 不可能的成绩 挑战规则 挑战总共分为两关 第一关 由三位评委在一分钟内 随机挑选一个秒数 挑战者通过计时器拍秒 若误差在政府0.5秒内 则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 由三位评委在一至五分钟内 随机挑选一个秒数 若拍秒误差 在正度0.5秒内 即为挑战成功 每一关 挑战者有两次机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掌声有请挑战者就位 误差可能三五秒就算了 0.5秒之内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项目考验的是 挑战者对时间的精准把握 挑战时间越长 越容易产生误差 而他本次挑战的误差范围 只有正复0.5秒 温馨宇能做到分秒不差 挑战成功吗 给他一个好秒 好 我要用回小赵老师的魔咒 48秒 48秒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准备好了 可以举手示意我 第一关 挑战的挑战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的按下的成绩是48.469 我宣布他的挑战第一关成功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接下来第二关三位评委 你们可以商量一个秒数 可以尽量地在不超过五分钟的范围内 但是因为到第二关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难度 好了 三分五十五秒 三分五十五秒也就是二百三十五秒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误差范围我们同样要求 在五百毫秒之内 第二关挑战 开始 我们的挑战者说过 其实周边的环境 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都不干扰他内心 精准的计时器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聊聊天 问题不大 华鲜大哥唱个歌吧 你的歌声基本上属于武器级别 不要轻易 我就不拿出来 机器坏了 由于操作失误 在三十一秒的时候 高台机关打开 温馨鱼意外掉下 这次意外会对他心理带来影响 而影响后面的挑战吗 因为真的就是一个意外 心雨就掉了下去 那也很担心那个会影响到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 他再次站上挑战台 继续三分五十五秒挑战 准备好了可以举手示意我 挑战开始 我们因为有直播经验也知道 越短时间越简单 越长越难 每一秒当中 如果你都有二十毫秒 或者五十毫秒的误差的话 那么十秒钟过后 你就偏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给了他一个三分 五十五秒 他没过 那总是觉得他会紧张 他也刚刚有吓到 可能就是之前那次 然后站在上面 有一点的紧张 这种紧张感是 前所未有的 所以就是时间差 稍微偏快了一点 因为意外跌落 造成的内心恐惧 文兴宇在挑战中 因为九秒误差并未成功 按照比赛规则 他只剩下最后一次挑战机会 零点五秒 稍纵即逝 文兴宇能做到心里准确读秒 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非常遗憾 但是确实越长 挑战的难度越大 我刚才跟他一起在即 其实到一分钟以后 彻底乱掉了已经 所以没关系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还可以让三位评委 继续 好 我们仍然把它定在 差不多的一个 三分左右 三分 十二秒 好 我们祝你这次挑战成功 我宣布 第二关挑战 第二轮 现在开始 最后一次的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但我觉得练习这个项目能让人心静 排除外界的干扰 这点很管用 不信吗 他的截就乱了 我看你不看你 你不看你 你不看你 我看你不看你 你不看你 快到我上天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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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这么小年纪的孩子 对时间精打细算 你知道人只有越活到年纪越来越大 才会越来越真爱时间 好像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觉得青春是大把时间可以挥霍 都往往会忽略时间 所以我觉得真的 你身上有一个很宝贵的品质 就是爱时间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爱时间 他也一定会爱你 如果你爱时间 他也一定会还给你时间最美好的面容 所以我的决定是 能 能啦 请金宇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超强的心算能力 精准的生理节奏 文星宇用独特的独妙记忆 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 让我们惊叹于 人类对时间精准把控的神奇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迎接文星宇 进入荣誉殿堂 按照科学的规律 人不可能永远不老 但是我们可能拥有一颗不老的心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您好 杨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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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赵玉斌 我今年89岁 是个大龄青年 我没听错吧 89 就您快90了 对 但是您称呼自己为大龄青年 大龄青年 对 原来到哪儿去报名嘛 比赛嘛 人人都想把我排出在外 我们都是年轻小伙子 你说80岁老头不能参加 我说我是80岁 但我不是老头 我是个大龄青年 你不能不让我参加 都是青年嘛 那您这个岁数 您来挑战什么项目呀 我挑战的都是摩托车运动 摩托车运动 摩托车 我们的赵老先生 要挑战的项目 绝对会让各位瞠目接受 我们的挑战场地在室外 诚恳地邀请各位 和我们一起到室外 见证赵玉宾老人 挑战不可能 好 走吧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三位评委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场外 我们看到在我身后 几十道即将燃烧的火门 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旁边我们的消防员 和我们的烈火器 严阵一带 我们将在身后 点燃二十道火门 而挑战者将骑着他的摩托车 穿越火门 一旦顺利通过来到终点 挑战极为成功 挑战规则非常简单 但是挑战的过程 仍然会充满了 惊险刺激 八十九岁高龄 但是心深绝朔 这一切您都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做好准备了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 祝愿赵老爷子挑战成功 好吗 好 加油 加油 老先生 摩托车呢 是个勇敢者的运动 但是他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更加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为我们老年人争气 挑战者现在已经骑着摩托车 到达了出发地点 而我身后工作人员 现在已经开始 再往这二十道火门上面 浇这个助燃的燃料 一旦他们完成这项工作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点火 二十道火门 很快就将陷入火海 点火 所以我们也希望二十道火门 能够在一致的程度上 进行燃烧 这样的话挑战会更有难度 那个熊熊火光 我们都感受到那个热波 的确是 二十道火门组成的一个高温的区域 老先生将穿越它 别说在这当中穿越 现在站在旁边 我都感到我的后背 被烤得炙热无比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 挑战者以89岁高龄 挑战摩托车特技项目 要在通过火门的同时 调整气息 保持呼吸的顺畅 整个挑战 对其心理素质 以及反应努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我们的挑战者准备好 三 二 一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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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85岁 但我不是老龄 我仅仅是个大龄青年 人生又有梦想 又有剧情 起这,一旁 超级 超级 十字幕 刚才 läuft 多わか 他们 令一 stolen 聚他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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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祝贺 联名不是一个问题 勇气决心跟梦想 他实现了他的梦想 什么感受啊 厉头的汗 太酷了 太爽了 他的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 单纯不是很大 可是你要来看 是一个89岁的老年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为所有的老年人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好 我们在这里留下一个珍贵的合影 我们大家手指竖起来 好 来 挑战 成功 其实按照辈分 真的我们都应该称赵爷爷 赵老婆 可是我觉得这些 好像跟您不搭似的 给我们的感觉 真的是这么的充满了一种 激情和活力 我想问一下 目前在中国 像您这个年纪的 还有在玩摩托车的吗 对我大的还没有 现在还没发现 可是那么多年来 是什么让你坚持 一直要还是在骑摩托车呢 原来我是搞摄影的 我在包钢工作 1956年 是因为包钢厂区特别大 特别大 给我配备一排摩托车 说到处去采访啊 拍照啊 有个方便 这样才和摩托车 解采这个缘分 以后正好呢 1957年 内蒙古轻入十周年 拿到我们大会上 但摩托车这个项目呢 它是这个 没有 所以我们表演摩托车吧 这个大家都很轰动 正好58年 全国摩托车越野赛 举行了 我们呢 就作为内蒙古代表队 参加那次比赛 我跑了一个第17名 哇 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您又不是专业的国家车手 你说是不是 老爷也有受过伤吗 你曾经 对 有一次 那在这个58年底 58年 就在北京西山呢 八大处呢 在那去练 结果在山上 它甩掉了 那没办法 就是冲下山 完了车 到那就 这个砸到山上了 把干破碎 哇 当时送到医院里头抢救 第一次手术没成功 干破碎 那时候咱们医疗条件 医疗局都很差 是是是 整个没有指数血 就通知家里头 呃 抢救无效 苏莱茵处理后事 哇 但我也去了 家属我父亲 大家妹妹都去了 但这个时候呢 报到国家体委 和龙元帅 他接见过我 当时他接见我的时候 就说过 不许一切代价 一定抢救成功 后来又是第二次手术 哦 全国摩托车运动员 21名给我输血 哦 我现在想要留上血 也是他们的血 只是我心脏在跳动 还得感谢这些 还要感谢赫帅 对我的关怀 我退休四次了 现在我凡事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永远挑战 挑战不可能 能 能 我们有请赵玉宾 大龄青年 附入荣誉殿堂 人要有梦想 记情与自信 有梦想的人 心中满根陈涩 有记情的人 脸上桃花盛开 有自信的人 生命浅能无限 长安福特瑞G2.7TB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超强动力 挑战不可能 本节目由长安福特瑞G 独家冠名播出 激大脑力 激发潜能 本节目由核桃主 领导者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欢迎您打开手机 百度客户端 搜索 挑战不可能 参与节目的活动 天喜之星珠宝 邀请您接下来 继续收看精彩内容 平凡生命 极致战放 继续我们的挑战 不可能 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Hey my name is Ricardo I come from Sweden I am 45 years old and I'm proud to take part of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太逗了 他把我们的节目翻译成谍中谍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在他挑战开始之前 现场先让他小小地展露一下 他的平衡技巧好不好 来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端着一桌神秘的东西 上来 好 这是一个气球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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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中国杂金园 很多都能做到 就两把刀的刀尖对着 然后上面再织一个什么 把刀拿走 东西依然掉在刀锋上 或者刀刃上 很多这样的表演 所以我想他这个只是可能小露一首 来 先停 董卿 停 那个翻译 请准确地翻译我的话 我们中间这位评委认为这不算什么 好 so the lady thinks that it's not that difficult ok 当然是难的 你不能说不难 继续翻译 比中国杂技演员差远了 哈哈哈哈哈哈 so you cannot really think on the Chinese acrobat 准确翻译啊 差远了 Far away Far away 十万八千里 哈哈哈哈 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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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挑战不可能 你能确定待会儿你要带给我们的挑战项目 确实是符合这个条件吗 yes I've never done it before 很有自信 好的 我来宣布一下他的挑战规则 看看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 从来没做过的挑战 挑战者用嘴咬住琴弓 并在琴弓上平衡一米左右的五层贝塔 一共十三个类子 随后再完成一段三十秒的小提琴取 取足完成后 必须将所有物体安全取下 即为挑战成功 一旦有物体掉落 则挑战失败 你准备了吗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我宣布挑战 开始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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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场好吃安静 一个是小提琴 然后一个是特技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我不懂 我认为 我认为 很难 但是我认为 很难 所以 我认为 很难 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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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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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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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